1940年,萧静光打声仗后要奖励,主席你去找老奖要,没想到萧真去了。 1940年,刚刚赢得黄河保卫战的萧静光兴致勃勃地找到毛主席,他想申请让中央发放一些奖励。 无奈毛主席心有余而力不足,但他却半开玩笑地说道,如今咱们这实在困难,想要奖励的话,得找老奖讨要。 本想宽慰萧静光,岂料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申请,说不定可以。 毛主席先是一愣,随即明白了萧静光的意思,两个人一拍即合,只笔润色一封讨要奖励的电报发给了蒋介石。 众所周知,国共两党素来不合,身为我党将领的萧静光为何敢找蒋介石讨要奖励?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黄河保卫战巧妙化解日扣阴谋。 1937年,全国各地的武装组织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,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 1938年,萧静光留守在延安,对黄河流域等地进行一系列的抗日的部署。 他认为,黄河是一道天然的防守线,日军贸然进攻并不是义士, 所以我们可以凭借着黄河天然的防护,并做好黄河的防御攻势,才能有效阻止敌人进入中原的脚步。 如萧静光料想的一致,从三月份开始,日军便派遣侦察机和侦察兵不断骚扰黄河流域,甚至一度想要强度黄河。 于是,萧静光一边发动群众抢修防御攻势,一边集合我们的八路军进行高强度的训练。 当时蒋介石一直想要从黄河流域撤退,但党中央在延安,我们不可能放弃延安。 最重要的是,黄河两岸遍布群众,兴罗密布,如果放弃黄河流域,等于再一次牺牲人民的利益。 因此,我党与蒋介石又一次发生了争执,虽然结果不理想,但更加坚定了我们守卫黄河的决心。 这场战役异常艰难,虽然萧静光带领的八路军都是经历过长征且训练有素, 但大部分八路军都没有接触过水战。 而日军常年生活在海岛之上,熟知水性,若是打水战,我们优势不大。 萧静光思考几天,决定发挥我军的优势。 当他得知日军早已聚集在黄河附近之时,他让八路军抢占先机,先渡过黄河,绕到日军的侧后棋袭。 日军还没来得及渡河,便被我军当头棒鹤,瞬间溃步成军。 此次小规模战役的胜利给了大伙信心, 我们不仅缴获了大批的物资,同时也让日军对强渡黄河有了顾虑。 随后,日寇进行火力压制。 5月初,他们调集了整整一个旅团,携带几十门大炮,企图突破我们的河防。 看得出来,日军想要一举攻破河防。 萧静光深知,这可能只是日寇的先头部队,他们必然有后续增援。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只能向蒋介石求援。 但蒋介石本就想放弃黄河流域,其次又想给予我们一定的打击,于是他拒绝我们增援的请求。 毛主席知晓此事后,他即刻告知萧静光,不要担心河防问题,若是有需要,我们随时会去增援。 这句话给足了萧静光信心,于是他先是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去误导日寇。 当日寇转移了渡河地点时,在他们刚要渡河的时候,便给他们迎头痛击。 日寇一个个都成了落水鸭,在河里不断挣扎。 趁此凉机,我军再出其不意地进行进攻,随后日寇便兵败如山倒。 萧静光不仅有效拦截了日军,同时还减少了我军的伤亡。 日军怀奋在心,于是1939年,他们集结了2000余人,带着十多门大炮,气势汹汹地打算强攻河防。 同时还有轰炸机进行配合,在不断扫射的子弹中,河防驻守的八路军牺牲惨烈。 王振将军听到这个消息,当即带了人马前来支援。 二人配合默契,团结协作,日寇不仅损兵折将,士兵们也纷纷被我军的火力和进攻打得爆头鼠窜。 肖进光和王振纷纷出动了赶死队,他们绕过敌军,来到日寇大本营,进行突袭和骑袭,日军者才意识到后方着了火,只能咬牙切齿地放弃了强行不合的计划。 这场战役不仅让八路军在抗日部队里狠狠出了风头,同时也给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当时蒋介石处处针对我党,我党分配的武器和装备也是极其落后。 可面对凶猛的敌军,我军依然能凭借着落后的装备成功地守住了黄河,这让打算放弃黄河流域的蒋介石,恨得咬牙切齿。 于是他借题发挥,污蔑王振将军,私自带着359旅做了逃兵,狠狠地处置了王振将军。 这无疑是在给我党叫板,那么我党是如何应对的呢? 萧静光又是怎么化解的呢? 一封出其不意的讨赏电报。 自1936年,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共识后,为了能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红军便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条件。 民意上统一受蒋介石指挥,但面对红军以及曾经追缴的共产党人,蒋介石仍是愤愤不平,心有不甘。 因此一直在伺机而动,寻找报复的机会。 不想着一致对外,而是想着如何被刺自己的兄弟部队,我党对蒋介石的秉性早已习以为常,但习以为常不代表着默认蒋介石的不义之举。 得知蒋介石不仅污蔑王振,是逃兵,以此处罚了他,背地里还对延安等地区进行封锁,导致粮食、物资和武器都无法送到延安,我党当即便对蒋介石提出抗议。 但蒋介石却以自己是国民政府的领袖为由,将八路军的愤懑和不平轻飘飘地堵了回去。 如今全国人民都在抗日,若是此时八路军与国民政府翻脸,那么矛头必然指向我们。 无奈之下,组织只能以大举为重,只好转头鼓励八路军们自己耕地种植粮食。 但粮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便能成熟,我们又只能向附近的乡亲们借粮借钱。 日子越过越拮据,而刚刚赢得胜仗的萧进光,为了鼓舞士气,又找到了毛主席主席,我来找您讨赏了。 打了胜仗要点奖励再正常不过,更何况那都是前线的战士,更需要宽慰。 毛主席见到萧进光,本来喜笑颜开,但得知他的诉求后,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尴尬神情,现在组织困难,没有余粮了。 眼见萧进光露出失望的表情,毛主席灵机一动,半开玩笑地说道,不如去找蒋介石,让他给咱们封赏。 萧进光眼珠一转,立刻有了主意好,就这么办。 毛主席本事一愣,随后便心领神会,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好,我们一起写讨赏的电报,不能耽误蒋介石的领袖之名啊。 随后,毛主席和萧进光两个人,共同写了一封电报,直言不讳,向蒋介石讨要奖赏。 这让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,讨东西讨到我头上了,疯了吧。 但蒋介石随后便冷静下来,萧进光的这封讨要奖励的电报,他还不得不听。 首先,是他自诩为国民政府的领袖,又以领袖之名,处罚了王振。 有罪当罚,有功当赏,这是没守成规的规矩。 如今萧进光赢得胜利,他不给予奖励,明面上是说不过去的。 同时,萧进光在这封电报里,还特别点明了王振将军与他一起守护黄河有功,壮四不知自己处罚了王振,实际上是来给王振申冤。 如果蒋介石视而不见,那么必然会引起民愤。 最后,蒋介石也深深地意识到,即便封锁了延安,拖延运送物资的时间,但他们仍然赢得了胜利。 这不仅是在威胁蒋介石,同样也让蒋介石不得不重视延安的抗日力。 看着电报上,处处都是承受蒋先生之恩,承蒙蒋老师的不吝指导的言辞,蒋介石感到无比刺眼,但又无可奈何,最终只能兴兴地收起电报。 不出几天,延安的封锁取消了,物资不仅能够正常发放,萧进光的部队还真的接受了蒋介石的奖赏。 最值得一提的是,王振将军的处罚也被取消了,不仅恢复了名誉,还受到了嘉奖。 这封电报一举三得,足以见得萧进光本人的情商和智慧。 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,也让国民党内部嘖嘖称奇,他们不懂得蒋介石为何会被萧进光拿捏。 其实,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,萧进光便与蒋介石有过短暂接触,也是在那几次接触中,萧进光深按蒋介石的为人。 那么,萧进光和蒋介石之间到底有何渊源? 越是以越显中显,识人又识天外天。 萧进光出生于1903年的小手工业者家庭,因缘际会在他少年时期认识了人毕时。 二人一见如故,更是视彼此为并肩作战的好友。 此后,若干年两个人同进同出,从1919年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,后来又一起学习俄语,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 1921年,两个人更是一起奔赴苏联的莫斯科,进行深造。 得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,萧进光马不停蹄地回到祖国参加革命。 因为莫斯科的履历,他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代表。 在第二军里,萧进光被分配到第六师,与第六师一起参加了南昌战役。 南昌被攻破后,他们便一路高歌猛进,直到南京。 大获全胜后,萧进光还没享受胜利的喜悦,便得知蒋介石要前来视察。 当时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,他前来视察,无可厚非。 但萧进光却疑惑,既然蒋介石是总司令,为何这几场战役他都畏之一词? 因此,萧进光很想见一见这位总司令的庐山真面目。 等到第二天,萧进光正和战友们在南京巡视的时候,忽然接到通知,总司令来了。 当萧进光前去迎接他的时候,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竟然是乘着炮剑来的。 而蒋介石面容严肃,脸上没有一丝喜悦。 萧进光深感不对,同时也没敢多问。 几个人站在城门口寒暄了一阵,最后蒋介石的目光落在了萧进光的身上,你作战很勇猛,不愧是莫斯科来的。 此时萧进光感觉到蒋介石正在不断打量他,这让他感觉不适。 随后萧进光寒暄着迎接蒋介石入城,可他却大手一挥,借故乘着炮剑离开了。 此时萧进光感觉到蒋介石似乎不相信第二军,更不相信自己。 不出几天,萧进光便得到通知,前来接管南京城的竟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和应亲。 这让萧进光更加笃定,蒋介石会有异动。 结果,不出萧进光所料,不久,蒋介石就将屠刀对准了共产党人。 同时,萧进光也被蒋介石列入杀脚的名单之中。 当萧进光得知南京城到处都是他的通缉令时,他临危不惧,依然冷静地召开南京会议。 处理完所有事情后,他才不慌不忙地,凭借着中城的下属与本地的市民共同齐心协力地掩护,终于安全离开了南京城。 逃亡的过程中更是异常艰辛,反动派甚至拿出二百大洋巨额赏金通缉萧进光。 于是,萧进光隐姓埋名,假扮矿工,将自己隐藏在矿工群体中。 同时让一个矿工假装告密,引开了追捕过来的反动派,萧进光这才能够安然脱身。 经历了几次生死一线,萧进光最终在1931年11月,作为米西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 也是在这里,他认识了自己一生追逐的导师毛主席。 二人一见如故,萧进光对毛主席更是敬仰万分。 但由于当时组织内部左倾倾向严重,毛主席被边缘化,几次被国民党围剿,红军都损失惨重。 即便萧进光抗议过,但在伯谷和李德的胁迫下,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国民党反动态正面作战,从而损失惨重。 李德等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,将所有的责任推到萧进光头上,并且要立即对萧进光执行死刑。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,不顾阻拦冲到会议室,与伯谷和李德等人据理力争,终于救下了萧进光。 可以说,萧进光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红军时期,亦或是抗日期间都曾命选一线,但他从来不畏生死,一直冲在战争的第一线,又凭借着他体察人心的智慧,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,也巧妙了化解蒋介石等人的刁难。 因此,我们要学习萧进光的精神,为我所用,在未来的社会生活,让自己更加轻松、愉快。